今天我就客串一下你的女朋友 然后给你拍一套 好看的接拍好不好 好的 我们在平常拍照的时候 可以借助一些道具 让我们的拍照更安全 比如说你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喝一杯咖啡 对 假装在喝咖啡 对 或者你拿着咖啡往前面走 后面突然有一个人在叫你 没错 那个人就是我 然后你唱我也好不好 来 要走的 三 二 一 回头 鸡脖 好帅 对 超帅 真的好看的 好看的 一种在夸自己的感觉 有啊 有啊 因为我每天都要说自己 一百遍王一波最帅 嗯 哈哈哈哈 鱼脏和手机率是很好的道具 一波一天在这个花残里面来回走 OK 好 你直接这样来回走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多了 回来一点 嗯 一起来坐上瑞士的小火车吧 来 来 我们在拍照的过程中 光线是非常的不均匀的 所以我们要用相机里面的A档 这样它就可以自动来测光来拍照 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一个假装拿下 它来的机器要慢一点 慢一点 然后快速连转 好看 转 你可以趴在上面 不要我 好吧 有了 太好看了 在火车上不止可以坐着 我们还可以站着 你跟马特洪峰 横的特写 好看 后面是马特洪峰 太好看了 随便一站就是画望 马特洪峰站到了 那么瑞士的雪山如何拍出大气氛 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辽阔的雪山的山顶上 我们现在这里拍一个大的景别 是什么都看不到 是要投钱的吗 对 就假装能看到 假装能看到 好吧 你站直来就扶在它上面看在里面 好 好看 你坐在上面的时候 侧着身坐在上面 如果阳光在特别刺眼的时候 拿你的手来挡一下阳光 来 还有就是我们在拍特写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招 就是我们可以借助我泡泡汤 我们在这个群山边上拍一个一种浮览群山的感觉 看我一眼 好看 酷 有了 这边一摆这边画报 特别好看 最后一张 走了 小心 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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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然是在瑞士的雪地里撒点野啦 我们现在来到了财尔马特非常有名的滑雪场 今天就在这里教大家无论你会不会滑雪 都可以拍出的一张又酷又有趣又好看的滑雪照 首先我们现在需要让一博板一个特别好看的固定的一个姿势在这里 第二点我们就要找我们的好朋友来帮忙 尤其我们的好朋友 你们来两个人就可以了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冲走的镜头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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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相机的快速连拍 好朋友们出来玩一定要给好朋友拍两张比较有意思的 可以 你们俩就做一样的姿势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朝就没了 跑 你们俩在一起跳一下 来 三二一跳 我们现在再拍一张比较搞怪一点的 先来一个抓脖子的 来 三二一走 来 再来一个冲击波来 好可以 好看 背影 你俩一起回头 来 好看哦 因为这里的阳光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好朋友帮我们喷点水 产生一个比较密化的一个效果 三二一喷 喷我一脸 好了可以了 好我们的教程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 记得找一个像我一样的男朋友 王一波 王一波